你知道吗 长紫色的啊 如果它好像蘑菇这样啊 它是有毒的 你千万不要去碰它 你千万不要吃它 你千万不要去 哈喽 大家好 我是Teacher Philip 欢迎来到我的教学影片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 作文题目 来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你们想要试试 学习的工作 在学校 所以这个题目呢 很适合给 Fone 1到Fone 3的学生观看 因为这个是 这个Fone 1的课本的 其中一个主题啦 Thema kedua keselamatan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题目 你想要参加这个 Kem Zalajia hutan 我们讲 Kem Zalajia hutan 就是探险森林的一个 一个Kem 一个program Yang di Anjoga Oelepehat Sekolah 是由校团所举办的 所以趁着这个GIC的来临 那重点是 重点是你要告诉我 有什么安全的方法 当我们进去这个 探险森林的时候 So before 我讲解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So有些 我们在报章上 或者是在这个大新闻版面 我们都有看到 有一些人去到森林里面 探险的时候 有发现一些事情 就是说可能 迷路啊 或者是四天上夜 困在森林里面啊 那你去探险森林的时候 你记得你一定要先看 Philip老师的这个短片先 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 所以第一个段落 我们可以带出一个信息 就是说 探索森林是很好玩 但是也是会有危险的 那我们直接切入主题 去探险森林是很好玩 我想要在这个假期的时候 去参加 再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Hurayan Thema 我们Hurayan Thema就说 讲好主题之后 我们就讲一些说明 但是呢 我清楚知道 意外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们就判为题目的要求 题目要我们写方法嘛 那我们就讲 那之所以这样呢 我们应该要采取一些 安全的方法 当我们进行 探险森林的时候 Alright 那我们来看 所以第一个方法是 我们应该要跟着大队 什么就叫跟着大队呢 你不要一个人 独自一人在森林里面探险 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除非你没有朋友 OK 我们来看 第一个句子我们可以这样子写 主动我们先带出一个内容 我们应该要跟着大队行走 诶 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我们能够避免自己 迷路 还有失去方向 我们给一个例子 叫做 我们应该要跟着这个 所准备好的地图啊 来 我们再强调一下 Sacara Conclusion 我们应该要听从老师的指示 老师的指导 就是说 总结说 我们一定要跟着大队行走就对了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是 什么叫做适合的衣桌呢 你去探险森林 难道你是穿睡衣去吗 难道你穿 衣去吗 难道你穿 衣去吗 也不可能的嘛 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写 我们应该要穿适合的衣服 那我们讲 就是说在事实上 什么原因呢 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 因为我们能够减少受伤 当我们去探险森林的时候 那我们给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穿一些比较适合的衣服 适合的鞋子等等 所以这样子做的后果有什么呢 这么一来呢 我们就能够减轻 或者是我们可能避免 意外发生 或者是受伤发生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段落 我们可以怎么写 那下一个段落我们可以写 去探险森林的时候 常常我们应该要有一些 基本的知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那我们应该要多阅读啦 来增加一些额外的知识 有关这个动物植物的 这些知识 什么原因呢 这个事情很重要 因为我们能够确认 危险的动物植物 当我们去录影的时候 这些东西 我们也能够给予了 一些知识 例如 如果我有这个知识 我可以把这个知识 分享给我的同学们 我会跟他们讲说 你知道吗 长紫色的啊 如果它好像蘑菇这样 它是有毒的 你千万不要去碰它 你千万不要吃的 你千万不要去 例如 例如 明白吗 就算你有知识呢 你不只是可以帮助到自己 你也可以帮助到别人 那我们来看后果 那这么一来我们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 还有朋友们的安全 那这些都是探索森林的方法措施啦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我们可以做一些总结 我们讲个SIMBULAN 个SIMBULAN 你啊 总结来说 探索森林这个活动是很好玩 但是安全也是要注意 那我们给一个建议 我们要确保每一个规则 我们都有被捐索 我希望以便同学们都能够听从老师的指示 好 看完了今天这篇作文之后呢 老师希望大家可以 追踪我的个人面子书 还有我的YouTube频道 还有我的TikTok 还有我的小红书 好 还有我的面子书等等啦 老师的每一个社交网站 社交媒体都会给大家一个 满满的价值 满满的国文知识 老师期待下一部影片和你们继续见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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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